天灾爆发第49天 外面汹涌不断 却有人看上我的超市 透过猫眼 不出意外的是 刘二根那张长满横肉的脸 为了怕自己表情不够丑陋甚人 还叼着一根烟硬警 优贺 这次怎么这么实相 昨天你挺横的 让开 我要检查内部 你们怎么回事 听不懂人话是吧 你 你们 兄弟饶命 我们也是过来撑着场子的 只恐吓 没打算伤人性命的 是冯春和刘二根 是他们两个挑唆的 还说这里有很多物思 大家只要抢下来的话 就可以一起分了 被点名的两人 吓得脸色苍白 尤其是刘二根 更是当下失律 竟然真吓尿了 饶了我这条狗命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难以想象这种 平时在普通人面前 作威作福的败类 遇到了硬查子 会这样不堪一击 什么尊严都不要的 就像捡回一条狗命 自觉点 两两互相绑起来 别让我发现 你们搞虚的 坦塌 楼下有人 抱头蹲下 别反抗 否则我们就地格杀 快点 你们三个 看着眼前 装备精良的几人 三人对了一下眼色 只得照做 我心里直暗骂 完蛋 这下灾了 怎么还有这种人来 只见四个男人 护送着一位 年约四十多岁的 中年男人进来了 男人一米七三的身高 精明的脸上 如今也难掩 疲惫之色 赵主任 赵主任 他们有枪 救救我们 把枪扔在地上 快点 你们几个给我闭嘴 之前就听见 有人举报你们穿着这身皮 狐假虎威 没想到哈 你们几个不用干了 还有你们这群小年轻 胆子不小啊 不知道我们是进墙的吗 还是说真以为是世界末日 没人管了 我们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昨天这三人上门 就要搜刮我们物资 现在的环境下 没收物资就是断人活路 我们住在这里 又没犯规矩 他们凭什么这样 你是主事人吗 我们可以谈谈吗 谈谈 谈谈也是要有筹码的 你现在拿什么跟我谈 就拿转移人群的稳定秩序如何 赵刚这次正眼看了谈谈一眼 小伙子 说话要想着说 不要信口开河 我可不是你能随意糊弄住的人 我现在都在你们墙口下了 而且我兄弟朋友都在这边 我不可能拿他们开玩笑 哦 那你想怎么维护 想要让转移人群安稳下来 就得解决他们的需求 目前的情况是解决了住的问题 那吃喝呢 现在A城大雨淹没了一大半城市 不知道有多少居民在家里忍肌挨饿 我又何尝不知道 但现在是僧多州少 很难满足所有人 我能帮你解决部分食物问题 其他就看你们了 你可别乱写空投支票 到时候兑现不了 我可是会找你的 绝对不会 赵刚再次上下打量了一下坛塌 有给就有求 说说你的要求 我没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只要我自己的房子的所有权 那些转移过来的人不能来我家 你正 赵刚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 自从天灾爆发后 让很多同事身体扛不住 纷纷病倒了 现在单位里 恨不得一人当作两人用 就是这样 人手还十分紧缺 偏偏他又是那种正直的人 看不得社会秩序崩塌 领导 别听他胡说 他手里有枪 是危险人物 你的枪是怎么来的 有 还是外国货呢 赵主任 疑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 我明天给你方案 你来这边找我就行 反正我也跑不了 好 能不能保住你的超市 就看你的能力了 把他们几个带走 就这样 赵刚一行人刚走 坦坦几人 就瘫倒在地上 喘着粗气 坦坦 你有什么办法啊 我看哪个找主任 不是个呵糊弄的 还没想好 这次阴沟里翻车了 赶紧回超市 他是觉得 咱们没多大威胁 才放咱们走了 但是他们 想把这大门打开 也没那么容易 咱们 中文字幕——YK